男子好心收留一位公主 没想到她居然是童话世界里的公主 不仅能召唤出各种动物帮忙打扫卫生 还在围急关头打败恶龙救下男子 看够了英雄救美的戏码 现在来看看美人救英雄吧 大家好我是陶小白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迪士尼出品的喜剧爱情片 魔法奇缘 朋友你相往爱情吗 感到别人甜甜的恋爱你会羡慕吗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部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在一片遥远的森林里有一个小木屋 里面生活着吉塞尔公主 她每天都在期盼能有一个英俊潇洒的王子 带给自己珍爱之吻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已经猜到结局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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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影片可没有那么简单 往下看就知道了 在森林的另一头有一座城堡 里面生活着王子爱德华 他同样渴望珍爱之吻 这天爱德华正在森林里打猎 突然一阵悦耳的歌声传来 将爱德华迷得神魂颠倒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唱歌的女孩 爱德华骑上白马一路飞奔 等他赶到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孩正遭受巨人的袭击 爱德华急忙示意援手救下他 这个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吉塞尔 爱德华刚刚英勇的行为 深深打动了吉塞尔的内心 两人一见钟情 决定明天一早就结婚 而这一切都被邪恶王后 通过水晶球看在眼里 如果爱德华结婚 那么他的王位就会受到威胁 于是他在婚礼当天将吉塞尔推进万丈深渊 吉塞尔直线下降 最后落到一个下水道里 他十分狼狈地爬回地面 从下水道里出现的公主 这大概是头一个吧 吉塞尔十分新奇地打量着周围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世界 很快吉塞尔就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推走 他想向路人打听前往城堡的路 却被当成神经病 甚至连他的王冠都被抢走 更惨的是天空居然下起了大雨 吉塞尔拖着长长的裙摆在雨中行走 终于看到一间像城堡的房子 他迫不及待地走过去敲门 可是却无人回应 刚好有一对妇女路过这里 父亲罗伯特见他可怜 便好心地将吉塞尔收留 第二天得知吉塞尔不见的王子 也跳进深渊来到人类世界寻找爱人 一同穿越过来的还有一只花莉鼠 另一边吉塞尔醒来后 发现罗伯特的家里非常乱 随即他召唤出动物们帮忙打扫房间 经过好一番忙活 家里终于被打扫干净 罗伯特醒来看到干净整洁的家非常诧异 这时浴室里传来吉塞尔的声音 他学生走去 结果吉塞尔一个狡猾将他扑倒在地 刚好罗伯特的女友男先来到这里 看到眼前的一幕他非常生气 任凭罗伯特怎么解释都不听 直接转身离开 送走女友后 罗伯特发现吉塞尔居然剪碎家里的窗帘 做裙子 这让他有些恼火 为了不让吉塞尔继续在家里搞破坏 罗伯特决定带着他去上班 另一边王后有些担心爱德华找到吉塞尔 于是派下属老金拿着毒苹果去毒杀吉塞尔 没想到老金在准备毒苹果的时候被花令鼠看到 他想告诉爱德华老金的阴谋 不过爱德华根本看不懂他的意思 与此同时吉塞尔不小心将罗伯特的工作搞砸 罗伯特本来想将他打发走 可吉塞尔太过善良一定会受到伤害的 经过一番心理挣扎 罗伯特最终还是很不下心爱 他带着吉塞尔去散步 刚好遇到路过的老金 老金递给吉塞尔一个毒苹果 没想到吉塞尔一个不小心将苹果丢飞出去 老金健壮只好离开 并准备下一步计划 吉塞尔说自己很抱歉 让南倩误会 他做好一个花环 以罗伯特的名义让小鸟们送去 南倩说到话后很开心 当即就打电话过去 说已经原谅了罗伯特 并且他们还准备一起去参加舞会 为了感谢吉塞尔帮忙追回女友 罗伯特请他去吃饭 并给他表演魔术 这时老金假装服务员送来一杯毒苹果汁 吉塞尔刚想喝 就被赶到这里的花莉鼠打翻 他一直在偷偷跟踪老金 好及时阻止他的阴谋 镜头一转 王子还在四处寻找吉塞尔 他挨家挨户的敲门 可惜都不是 接着画面来到罗伯特这里 回到家的吉塞尔给罗伯特女儿讲故事 哄他睡觉 事后罗伯特找到吉塞尔想跟他好好谈谈 也许爱德华不会来找他了 毕竟已经过去这么多天 他们连爱德华的影子都没见到 说不定爱德华早就另有新欢 吉塞尔很生气 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绪 吉塞尔伸出手轻轻抚摸着罗伯特的胸膛 他们越靠越近 但罗伯特却转身离开了 吉塞尔扪心自问 他现在爱的人还是爱德华吗 而罗伯特也同样在自我反思 第二天吉塞尔贴心的为罗伯特和他女儿做好早餐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紧接着那人推门而入 原来是爱德华来了 吉塞尔急忙扑过去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爱德华要带着吉塞尔离开这里 回去结婚 罗伯特和女儿只能一一不舍的目送他们离开 这一切都被王后看在眼里 他觉得老金太没用 决定亲自去毒杀吉塞尔 而毫不知情的吉塞尔还在和爱德华约会 爱德华想尽快回去完婚 但吉塞尔却不想走 必须得承认他舍不得罗伯特 王子现在头上的帽子可真应景啊 吉塞尔说想参加罗伯特的舞会 等舞会结束再离开 爱德华没有感觉不最近 于是便同意了 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参加舞会 吉塞尔一出场 罗伯特就被惊艳到 令人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居然主动邀请蓝签跳舞 罗伯特则牵起吉塞尔的手 他们跟随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 在这浪漫的氛围中 两人互相凝视着彼此 此刻他们终于意识到 自己真正爱的人就在眼前 他们情不自禁的轻拥 难见见状走过来及时打断 并宣誓主权般的亲吻罗伯特 这让吉塞尔感到很难过 与此同时王后已经来到人间 他一路寻寻觅觅的来到舞会现场 他假扮巫婆拿出毒苹果 欺骗吉塞尔说 只要咬一口苹果 就能忘记在人类世界所发生的事 吉塞尔心以为真 便咬了一口 结果刚咬完便晕倒在地 接着王后便将他带走 幸好爱德华及时赶到 危急关头 改邪归正的老金来到这里 他说出王后毒杀吉塞尔的真相 爱德华很生气也很痛心 这时罗伯特提出真爱之吻 说不定能拯救吉塞尔 王子急忙上前亲吻他 可是却无事发生 情急之下 他便让罗伯特试了一下 没想到罗伯特的吻真的有作用 吉塞尔复活了 他跟罗伯特紧紧拥抱在一起 王后见不得他们幸福 化身成一只恶龙 想要处死罗伯特 但是吉塞尔凭借自己的极致勇敢 以及花莉鼠的帮助 成功将王后打败 故事的最后 男前找到一只水晶鞋 爱德华为他穿上鞋子 他们回到城堡举行婚礼 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而罗伯特则和吉塞尔开启服装店 开始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结合了动画与真人 在二次元与三次元间转换 当然作为迪士尼出品的爱情影片 格武肯定是少不了的 不得不说迪士尼总是能完美的 把爱情的美好展现出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就算跨次元的爱情 也能修成正果 快去找你的纸片人老公老婆吧 我是陶小白 别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拜拜